我爸中年出轨,抛弃弃女 于是,我们全家摆烂了 我爸公司破产 董事长外公说,没钱,支援不了 日查被学校开除 校长舅妈说,臭虫,别带坏祖国的花朵 他俩的儿子病危 顶尖科胜手舅舅,双手一摊说 抱歉,无能为力 轮到我的时候,无所谓 我给自己换个爹 我爸出轨了,工作日不上班 却陪着一个年轻女人出来游玩 两人手牵了手互相喂食时 恰好被我遇见 看到我,我爸脸上露出一丝慌张 单笑着问,苏苏你怎么在这 今天不是有课吗 逃了 我要是乖乖上课 怎么会知道我爸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呢 一起来玩的同学察觉气氛不对 人想我先撤了 但我爸怀里的女人不长眼 黏在我爸B弯里半脸体鹰 还跟我玩煽风点火那套 现在的小孩真任性 不爱上课就讨课 不像我那时候可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了 恨个得去多旁定几节课 更别说讨课了 我吃笑一声 这么热爱学习 结果就学会了给人当三 说完抬头看向我爸 他是谁 我爸表情尴尬 女人却深情地看着他 我是林总新来的秘书 我叫宋然 新来的秘书 有听我妈提过一嘴 貌似才来一个月 我仔细打量这个叫宋然的女人 有些疑惑地问 皮肤黑 鼻子她 身材也不好 爸你怎么会看上她的 眼瞎吗 宋然听到我的话 脸色微变 狠狠弯了我一眼 面上却装模作样地说 苏苏 你怎么能这样 跟你爸说话呢 也太没大没小了 我爸也很不高兴 一张略微发福的脸 拉得老长 这就没大没小了 那我一会儿要做的事 岂不是大逆不到 大逆不到 你还想谋杀亲爹呢 我爸眉头倒数 有些生气地问 我轻笑着摇摇头 宋然还想说什么 我忽然抬起手 对着他浓妆艳母的脸 狠狠甩了两巴掌 啊 宋然被我打得措手不及 惨叫出声 救命远哥 你女儿疯了 他疯了 我爸过于惊恶 我的速度又太快 以至于宋然硬生生 挨了我好几个巴掌 等我爸终于回过神来 准备阻止我的时候 我一脚把宋然踹飞 吹了吹打红的手 我朝我爸甜甜一笑 谢谢你送我学了 这么多年散打 打完人我神清气爽 腰不酸了腿不疼了 连怒气也散了 我妈成不欺我 不高兴了千万别憋着 我高高兴兴准备离开 我爸去气炸了 一把揪住我的手怒骂 林苏苏你发什么疯 谁让你动手的 打完人还想就走 我有些莫名其妙 不走难不成 还要留下道歉 小绿茶捂着脸 从地上艰难的爬起来 看着他肿胀如猪头一样的脸 我格外满意 这样的杰作 除我之外 一般人打不出来 他戳戳耶耶的跟我爸哭诉 远哥 我好疼 好疼啊 我爸心疼坏了 别哭别哭 我给你做主 说完他转过身朝我举起手 胸口剧烈的上下起伏 林苏苏你简直无法无天了 道歉 必须道歉 否则我不介意亲自教训你 从小到大 我待在外公外婆身边的时间比较多 外公外婆别说对我动手了 连一句重话都不舍得说我 所以当我爸想起 要履行自己父亲职责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是反击 我一脚踹中他的膝盖 我爸吃痛 扑通一下 直接跪在我面前 出轨还敢要求 我给小三道歉 我给你脸的林巧远 虽然那朵小绿茶傻了 大概没见过我这么彪悍的女儿 我爸也瞪大眼睛难以置信 看着站在他面前高高在上的我 气得浑身发抖 林苏苏你个不孝女 竟然敢对我动手 我是你爸 他跌跌撞撞的爬起来 我痛打落水狗又给他补上一脚 我可以随时给自己换个爸爸 到时候你林巧远算个屁 晚上是外公那边的家宴 我到家时 我的傻白天妈妈正忙着挑选晚上穿的衣服 苏苏你回来的正好 快帮妈妈看看 这条红色的裙子好看还是蓝色的 我妈朝我招手 丝毫不知道 对我爸那张脸一见钟情 非君不嫁 拉扯的时间很长 再加上外婆高龄剩下我妈 对我妈格外心疼 最终才拗不过我妈答应了这桩婚事 这些年我爸伪装得很好 表面上把我妈当成公主一样宠着 对我妈有求必应 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 但她这些付出换来的报酬更丰厚 我妈跟她结婚时 外公外婆准备了丰厚的嫁妆 这些年一直给我妈发生活费 还付出我爸的事业 否则她能有今天 苏苏 你在发什么呆 我妈的声音把我惊醒 我的目光落在她手里的裙子上 指着红色那条 妈妈皮肤白 穿红色的吧 肯定好看 一句话把她哄得眉开眼笑 我的宝贝 今天嘴巴怎么这么甜 这是抹了蜜吗 她拉着我的手继续逗我 宝贝你再说两句 妈妈最喜欢听甜言蜜语了 我很惆怅 当年我爸那渣男 就是用几句甜言蜜语揽货 我妈放心的吗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 明明长得跟我这么像 怎么一点都没有遗传到我的幽默感呢 我妈小声嘀咕 但下一秒又拿出手机 大手笔给我转了一大笔零花钱 今天苏苏有进步 妈妈的奖励奖励你 以后继续 散财童子 人傻钱多 我更担心了 晚上外公家的家宴都开始了 迟迟不见我爸的身影 我妈跟外公外婆解释 乔远肯定是有事耽搁了 我给她打的电话问问 刚拿出手机 我爸就来了 对于自己迟到的人因 她的理由是 公司有点是耽搁了一下 对不起爸妈 让你们久等了 她说这句话 使脸不红心不跳 一看就是老手 不是第一次撒谎了 我妈从不怀疑她 没关系的巧远 下次注意一下就好了 说她恋爱老师 半点没冤枉她 外公外婆还没发话呢 不过外公也是以事业为重的人 并没介意我爸迟到这一点时间 我爸去洗手间的时候 我找了个理由跟过去 他刚出来 就被我堵了门 今天我踹他的两脚并不轻 他不敢在外公他们面前表现出来 一直跟正常人一样 若无其事 但这时我分明看到 我爸走路一拳一拐的 不过他活该 我爸被我的出现吓了一跳 林苏苏 你跟着我干嘛 刚才在餐桌上 他跟我装父子女笑 现在没人看着了 他就不装了 半天了 火气还这么重 怎么 心疼那小绿茶 我挑了挑眉 漫不经心的问 我爸脸色一变 目光狠狠瞪瞪我 你还有脸提今天这事 虽然差点被你打毁龙了 现在还在住院 我满脸遗憾 竟然没毁龙 早知道我再打重点就好了 再大声点 让外公他们过来 把你林乔远死不要脸 吃了红利 还敢出轨的是闹大 我拍手鼓励他 我爸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他确认没人看这边 才压低声音开口 你到底想干什么 让那女人滚出公司 跟他断干净 以后也不准在外面乱来 还有 给我五百万封口费 我朝我爸伸出手 他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林苏苏 你在开玩笑吗 我挑了挑眉 反问 你说呢 不可能 林苏苏你别想了 我没有五百万 有本事你就告诉你妈 让你妈受刺激 林乔远无赖的说 我知道 他这么有恃无恐 是吃定了 我不敢告诉我妈 因为我妈身体不好 受不得刺激 当年他和林乔远结婚时 原本说好不生孩子的 这么苛刻的要求 林乔远也答应了 后来我妈还是生了我 但我奶奶依旧不高兴 觉得我是女孩子 不能给他们林家传宗接代 笑死 他们林家是有什么皇位要传吗 我皮笑肉不笑的看着他 你威胁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该知道我公司效益一般 这么多年没什么起色 林乔远厚颜无耻的说 苏苏 你该知道 我是爱你妈妈的 我只是犯了个普通男人 会犯的错误而已 我罪不至死 我没想过跟你妈离婚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送人辞退的 几句话 成功把我恶心吐了 几天后有个晚宴 我妈很喜欢参加这些 基本上从不缺席的 相反我对此兴趣缺缺 很少涉足 以往 我妈也不会勉强我 但这次她强烈要求我要去 理由 是我年纪不小了 是该去这些场合露露面了 我得让他们看看 我家宝贝闺女长大了 是个超级大美人 还是个大学霸 我妈养着下巴 一脸骄傲 在她的再三哀求下 我终于答应了她 但我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送来那朵小绿茶 竟然会跟我妈出现在 同样的场合 她踩着十公分的高跟鞋 搔手弄滋地走过来 趁着我妈不注意 故意跟我说 林苏苏 听说你比你爸和我分手 我劝你当好你的大小姐就好了 少管大人的是 几天过去 她的脸已经消肿了 今天打扮得跟花胡蝶似的 还穿着蓬蓬裙 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珠宝首饰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来这里选美 我没问她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只是不经意捏了捏手指 那天打得不够痛是吗 竟然脸色变了变 眼底闪过怒涩 但下一秒 她的手伸到脖子上 得意洋洋地摸了摸那串钻石项链 你打呗 你打得越狠 你爸会补偿我月之前的东西 我的目光落在那条 闪烁着璀璨光芒的钻石项链 半晌 伸手将项链扯了下来 宋然吃痛 看到项链躺在我掌心里断成两截 当众撒起泼来 林苏苏你有病啊 你扯我项链干什么 你确定这是你的项链 不是我的 难道还是你的 我妈转过身 发现动静是我这边发出的 不放心地走过来 苏苏你在这干什么 让你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 结果你一点都不配合 我妈忍不住埋怨 宋然看着我妈身上的翡翠 极度的眼珠子都泛红了 在高端翡翠面前 她引以为傲的钻石项链算个屁 但面上她装作一脸委屈 太太 你能不能劝劝苏苏小姐 把我的项链还给我 这是我老公送的 对我很重要 宋然捂着脸 仿佛哭得伤心 说到老公两个字时 故意加重了咬字 我妈不明就里 转头看向我 苏苏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这项链是小送的 那你赶紧还给人家 我妈偶尔会去公司探班林乔远 见过宋然 自然认识她 妈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我可没抢她的项链 我不高兴地否认 宋然急得跺了跺脚 你还说没抢 你手里的项链 就是从我脖子上抢下来的 这里还有监控 不信的话就查监控 她说着就想去找主办方 拿监控视频来打我的脸 我捏住她的手腕 宋然正脱不开 又开始茶言茶语 林小姐你干什么 我知道你有权有势 但也不能这样欺负我吧 宋然这么一哭 闹出来的动静不小 不少人都看过来 七嘴八舌的问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林小姐为什么要抢我项链 林小姐家又不缺钱 为什么非要跟我过不去呢 宋然眼圈微红 一副楚楚可怜的姿态 你别胡说 这是个误会 苏苏都不认识你 怎么会跟你过不去 我妈示意 我将项链还给宋然 但我没有照做 在我妈面前晃晃项链 妈你别急啊 难道你不觉得 这项链有点眼熟吗 有吗 我妈一脸纳闷 有的 我十岁时 外公送给你的项链 因为差不多款式的 你有好几条 你们印象也不奇怪 宋然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但我对这条项链印象很深 因为这个钻石 被我扣下来过 后面拿去补过的 上面还留下了修补的痕迹 我妈是个完美主义者 不接受一点瑕疵 所以这条瑕疵的钻石项链 就此数值高阁了 没想到再一次见到 却戴在别人的脖子上 宋然炸了 伸手想把抢了抢回去 不可能 明苏苏你胡说 我妈顺着我指认的痕迹 终于认出来是她的东西了 小宋 我女儿可从来不会胡说 这就是我的项链 你半个月前到我家送过文件 该不会就是那个时候偷走了吧 怀疑的目光 一下子投到了宋然的身上 毕竟我妈出身苏甲 是名副其实的 含着金汤池出身的千金小姐 圈子里急受人追捧 可宋然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场合 谁都不认识她 也不知道她怎么进来的 没想到竟然是这种人 偷了我的项链 还敢戴出来 被我女儿抓包又不认账 还污蔑我女儿抢你的项链 我妈气坏了 宋然众目睽睽之下 指控我抢东西 触犯到了我妈的逆铃 我妈是傻白甜恋爱脑 但傻白甜恋爱脑的母亲 也会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女儿 她绝对比一般人更户短 我妈提到宋然去过我家 这不是瞌睡送枕头吗 妈 别的那浪费口舌了 报警吧 她有什么话直接跟警察说 宋然被警察带走了 她花枝招展地出现在这个场合 朝我要舞杨威时 肯定没想过自己会是这个结局 其实我也没想到 毕竟我没想过林乔远会这么抠嗽 不舍得花钱给宋然买钻石项链 就剪了条我妈不带的 又偏偏是我唯一认得出的 到家后 林乔远气势汹汹地指责我 林苏苏 你去参加个宴会 又闹出这么大动静 人家都说我教你无方 我妈还在我旁边 就迫不及待地替宋然出头 这是嫌命长自报啊 我气乐了 正要说话 我妈先不高兴 乔远你说什么呢 这可不是误会 那宋然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来家里一次就把我的项链顺走了 顺走了还带出来招摇 更可恨的是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败坏苏苏的名声 我要是放过她 那我女儿受到的委屈怎么说 我妈真的是很单纯 到此刻也没有怀疑过 林乔远和宋然的关系 她发自内心地认为是 宋然自己手脚不干净 偷了项链 对此我无奈 但也没有揭穿 我乐得给林乔远添一把火 故意跟我妈说 妈 价值20万的项链呢 这个金额 可以把宋然关好几年 林苏苏你闭嘴 我爸忍无可忍 冲我咆哮 我妈火气一下子上来了 林乔远你怎么回事 你冲苏苏发什么脾气 项链是她让宋然偷东西的 项链不是宋然偷的 她不是这种人 林乔远这维护的语气太明显 饶恕我妈在傻白甜 也听出一丝不对劲 你跟她什么关系 你这么了解她 还有 不是你跟我说宋然辞职 要回老家发展吗 为什么她没走 还出现在今天的宴会上 我妈狐疑地看着林乔远 她是傻白甜不假 但是你人在这种事上 嗅觉还是很敏感的 尤其是林乔远的反应 也太不正常了 我还着手臂 好整以侠地看着林乔远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下我倒要看她 怎么圆这个谎 林乔远正要说话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她看了她来电号码 想去外面接 我妈不知道怎么想的 忽然把手机夺过来 林乔远吓了一跳 苏英 你干嘛 我妈没理她 接了电话 还点了免提 一阵小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 小孩 我感觉不对劲 手机里传来一道陌生的女人声音 林先生 你能联系上瑞瑞她妈吗 这都这么晚了 她一直没回来 瑞瑞见不到她一直哭 我现在哄不好瑞瑞 怕她身体哭出问题来 林先生 您过来看看瑞瑞吧 你说的宋女士 是宋然吗 我打断她 目光却看向脸色发白的林乔远 她结结巴巴的说 不是 电话里的人没听到林乔远的声音 有些诧异的问 我不是打的林先生的电话吗 你是谁 你认识宋然 认识啊 宋然因为盗窃被警察抓了 估计要判好几年吧 这孩子以后 估计只能由你来养了 我勾了勾唇 故意这样说 电话里的人被吓得不轻 什么 我来给他养儿子 这怎么可能 我只是给宋然当保姆带孩子的 这个月工资都没结算呢 你们可不能这么欺负人 我没有欺负你啊 这不是因为宋然被抓了吗 那也该找林先生啊 瑞瑞是她儿子 又不是我儿子 她有钱有事 我只是个带孩子赚点钱的保姆 她要是敢不养瑞瑞 我就打电话报警 找记者曝光 电话挂断 手机啪哒一下掉在地上 我妈整个人都傻了 她瞪着眼睛 难以置信的看着林乔远 怪不得你一直在维护宋然 林乔远你好得很啊 把我和苏苏当成傻子 当初结婚时 你承诺一辈子对我好 不会辜负我 到头来你跟别的女人 连儿子都生出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不辜负 我妈的眼泪 啪哒啪哒地掉下来 我伸出手去给她擦泪 心里气得牙痒痒 恨不得一脚将林乔远踹飞 这个渣男 竟然连儿子都弄出来了 怪不得之前一直不死心 要劝妈妈生儿子的奶奶 这两年消停了 原来是因为 她儿子早给她生了孙子 林乔远脸色发白 死鸭子嘴硬的解释 是宋然算计我 我没想跟她有什么的 孙英对不起 我错了 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让宋然坐牢也可以 但孩子是无辜的 那保母不会给我养孩子的 看 前一秒还在维护宋然 事情曝光后 宋然就成了气子 果然无毒不丈夫 我妈吸了吸鼻子 带着哭腔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 林乔远小心翼翼中 带了几分讨好 孩子生出来了 总能塞回去 再说 那毕竟是我的血脉 我已经察觉到她的用意 冷冷打断她 你想接回家养 林乔远的心思不难猜 她可是在奶奶重男轻女思维下 影响了几十年的人 只怕早就缠儿子缠坏了 现在有了儿子 怎么舍得放手 林乔远搓了搓手舔着脸说 那是你弟弟 你怎么说这么冷血 不好意思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 我没弟弟 林乔远狠狠瞪我一眼 又继续游说我妈 瑞瑞才三岁 身体也不太好 不管是得保母还是孤儿院 我都不放心 苏英 孩子只是放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但是不用你操心的 林乔远打得一手如意算盘 还想让我妈当冤大头 给她出轨的私生子买单 我真怕我妈恋爱 恼心了林乔远的话 捡个便宜儿子回来养 下意识要劝她 忽然 我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起一个离她最近的玻璃杯 朝她林乔远过去 林乔远熬的一声 脑门立刻涌出息来 林乔远 你做什么梦 背着我生了个儿子就算了 还想我给你养孩子 我钱多但不蠢 林乔远 我们玩完了 我要跟你离婚 家人们谁懂啊 恋爱恼多年的妈妈 在关键时候清醒了 我们一打听 才知道林乔远跟宋然好上好几年了 因为前面伪装太好 宋然生了孩子之后 开始有恃无恐 还故意让林乔远 把她安排进自己的公司 那天去宴会 也是她找关系 才拿到邀请函的 她花枝招展进去 是想隔应我和我妈的 没想到 我们反手将她送了进去 而我妈要跟林乔远离婚 在家族中引起轩然大波 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们 在我妈和林乔远感情好时 就没少算我妈 现在我妈要离婚了 他们就更来劲了 落井下石这四个字 被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 乔远平时对你多好啊 她只是犯了的男人都会犯的错 肯定会知错能改的 你就别小题大做了 你现在年纪不小了 离婚以后怎么办 再找对象可不好找 我妈和林乔远吵完后 一直郁郁寡欢 对这些冷嘲肉讽 也没有解释的兴趣 但我却不能看着他们才我妈 三婶 你这么大度 先把三叔外面的两个私生子 接回来 给他们平分家产呗 表舅妈你这么着急嫁人吗 表舅才去世一个月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对象很难找 我妈出去勾勾手指 想追她的男人 从城南排到城北 离婚以后日子不能过了 是我骂银行卡里的 九位数存款养不起她吗 一群人被我对得 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他们说不过我 就开始阴阳我 你当女儿的不劝着父母 还拱火让他们离婚 不太好吧 苏苏 虽然你妈这边有钱 但也不能不顾你爸的死活呀 表舅妈声音尖锐 暗指我嫌疲爱抚势利眼 在这些亲戚朋友中 就她声音最大 跳得最欢 我向来不喜欢惯着这种人 拍了拍屁股 起身朝她走过去 表舅妈 你这么心疼我吧 要不等她跟我妈离婚 你去当个接盘侠接一接 表舅当初嫌弃你不会生儿子 你嫁给我爸之后 就没这个困扰了 可以无痛当妈呢 这天我在家族中一战成名 以前我不太爱说话 给亲戚们的印象 就是文文静静的小姑娘 现在他们才知道 我发起风来 无人能敌 林乔远不想离婚 还跑到外公家常跪不起 说对不起我妈 她要父亲请罪 外婆直接赏了她一盆洗脚水 这是传到我那户短的奶奶儿里 第二天她跑到外公家 在大门外破口大骂 你们竟然用洗脚水托我儿子 欺人太甚 苏英这个泼妇 不就是让自己家是好 才这么欺负我儿子 别人的儿子都不会生 他有什么好拽的 我早就想休了他了 离 乔远你立刻跟他离 回头跟宋然再生两个儿子 我们气死他 我们没被这对无耻的母子气死 他们反而差点被网友骂死了 因为奶奶在外公家门口 破口大骂的过程 被人拍下 发到了网上 她和林乔远迅速火出圈 那些人把林乔远 祖宗八代都翻出来了 他们出个门 都能收回一箩筐的臭鸡蛋 和烂菜叶子 更可笑的是 奶奶为了她的宝贝孙子 竟然以死相逼 你若不跟那个姓苏的离婚 我就去死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别人转述我奶奶的 丰功伟绩之时 我竖起佩服的大拇指 老太太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事实证明 我奶奶这种爱搞幺蛾子的人 不禁夸 到离婚那天 林乔远姗姗来迟 她身后我奶奶竟然也来了 还带了她即将上任的 谢儿媳宋然 是的 宋然没事 我爸跟警察承认 项链是她送给宋然的 不是偷的 所以宋然被放出来了 项链回到我妈的手上 但她直接当着林乔远的面 扔进抽水沟了 被小三带过的项链 我可不要 嫌脏 奶奶一出场就开始隔应我妈 哎呀 苏一你脸色不太好啊 你这么爱我儿子 现在后悔了吧 后悔了我儿子也不会再要你 你这种大小结 我伺候不起 宋然在旁边勾了勾唇 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 她在我手上吃过两次亏 知道我疯起来 连亲爹都走 这次她不说话 乖乖躲在我奶奶身后看戏 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妈等你们十分钟 有巴的男的过来 要联系方式 奶奶脸色发黑 我再接再厉 倒是奶奶你 老眼婚花这么厉害 不行 我就给你配个老花镜 就当孙女孝顺你了 林苏苏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奶奶妈妈咧咧 林乔远也给我脸色看 林苏苏尊老爱又你不懂 这可是你的亲奶奶 我和你妈离婚 都是你一手促成的 你再这样 今天这个婚我就不理了 话音未落 奶奶和宋然都露出着急的表情 他们就怕林乔远反悔 我看着他们微笑 我知道你们急 但是你们先别急 接着拿出手机 直接开启了直播 把镜头对准他们 轻轻热热的一家三口 卡 离婚当天我爸带着小三来恶心人了 现在更恶心的是他还打算耍我和我妈 说他不高兴了 不离婚了 当初林乔远和我奶奶上热搜的时候 我的某一号就被扒出来了 原本只有几千粉丝的号 托我奶奶和林乔远的福 一夜之间涨粉百万 直播一开 林乔远和我奶奶的脸 立刻出现在镜头里 吃瓜群众火速就位 开始了骂人的环节 林乔远和我奶奶傻眼了 他们可是经历过网爆洗礼的人 关掉 林苏苏你赶紧关掉直播 林乔远回过神 冲我大声咆哮 我不为所动 挑了挑眉 轻飘飘的命令他 行啊 先跟我道歉 林乔远不愿意 但是他抢不到我的手机 直播间的网友又一直骂他 林乔远气得要死 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地 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不爽他这个敷衍的态度 正想再恶心恶心他 我妈首次发话 林乔远 这婚还离不离了 离 赶紧离了 乔远你和宋然 趁着今天是个大好日子 把结婚证领了 我奶奶说 宋然见老太太是支持他的 腰杆子挺的笔直 故意说 妈你放心 等我和远哥结婚后 一定再给你生两个大胖孙子 奶奶笑得合不拢嘴 转头跟我们炫耀 可我跟我妈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都被踢出局了 谁在乎他们生生儿子啊 领完离婚证 林乔远在我奶奶的大力劝说之下 果然当场就和宋然领了结婚证 于是他们又上热搜了 无数网友同情我妈 说她是地主家的傻千金 嫁给一穷二白的林乔远 到头来一分钱财产都没要她的 之所以没要 是我妈压根没看上林乔远那点家产 林乔远不是做生意的料 这些年没赚到多少钱 她的资产对我妈来说不过是点零花钱 她懒得为了点零花钱和林乔远浪费时间 林乔远还想分我妈的钱呢 不过外公外婆留了一手 这些年我妈花钱都直接刷外婆的卡 她分不到钱又被网报 这才下定决心跟我妈离婚 宋然眼上热搜了 网友还放出她参加宴会 被我和我妈送进警察局的视频 网友神通广大 发出她新工作是一个小学老师 纷纷在网上骂她 这种臭虫当老师 岂不是带坏祖国的花朵 舅妈正是宋然所在学校的校长 是林乔远给宋然托关系 找到这份工作的 舅妈当时出差了 回来时知道多了这么一号人物 舅妈虽然耿耿于怀 却无可奈何 现在宋然被网友抵制 舅妈立刻顺应名义把宋然开了 新婚的宋然喜提失业奖励一份 外公不再给林乔远公司兜底 林乔远自身能力不足 很快就被合作公司舍弃了 几个月后还传出破产的消息 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 求爷爷告奶奶似的 找过不少人 但是所有人都表示无能为力 林乔远觉得 他们是因为外公的原因不敢帮 不知哪来的勇气 竟然厚颜无耻 去找外公帮忙 外公 他觉得我是胜负吗 这么欺负我女儿 还有脸找我帮忙 老人家大手一挥 直接回 不见 把他打发走 自从知道林乔远出轨 还弄出个私生子 外公就没和他见过 当年我妈和他结婚 林乔远一穷二白 外公对他最大的要求 就是对我妈好 林乔远答应得很痛快 这些年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好 所以外公才时不时支援他 没了我妈 林乔远在外公面前 连屁都不是 后面林乔远又来找过几次 外公烦不胜烦 让助理出电打发他 不好意思林总 董事长说手头资金短缺 帮不上林总你的忙 然而第二天 外公外婆给我妈买 珠宝首饰豪宅别墅的新闻 就上了头条 先前同情我妈的网友 现在对他只剩下羡慕了 苏英的命实在太好了 有这样的父母兜底 他完全有任性的资本 据说圈内不少富二代追求他 最年轻的一个 今年才26岁 完全不在乎他离过婚还有女儿 呜呜就他那张脸 换了我我也不在乎啊 我妈在网上一泡而红 斩粉无数 成了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 离开林乔远后 我和我妈过得越来越好 而他和宋然跟我们正好相反 过得越来越惨 宋然丢了工作 林乔远公司破产 不久后林乔远的宝贝儿子频频生病 最后竟然检查出 小儿神经母细胞瘤 且是晚期 我舅舅苏赫正好是这方面的权威医生 爱子欣切的林乔远抱着儿子 哭了一把鼻涕 一把泪找上舅舅 大哥 我知道你恨我 我知道我对不起苏英 但孩子是无辜的 他才三岁啊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 林乔远想找我舅舅 给他儿子手术 但舅舅摇头拒绝了 你儿子的病我也无能为力 林乔远听完脸都变了 着急到 大哥 你怎么会无能为力呢 你是这方面最顶尖的医生 一者人心 就算大哥你有什么火 也冲着我来 别针对我儿子 林乔远故意拿话机舅舅 舅舅嘴角抽了抽 没好气地回答道 我是真的无能为力 前阵子我手受伤了 需要半年时间才能恢复 就这样 你敢让我给你儿子手术 我也不敢啊 不知道是林乔远倒霉 还是就这么碰巧 舅舅的手确实是受伤了 他已经在家休息快一个月了 可林乔远不相信 我奶奶和宋然更不相信 他们因为丢工作和破产的事 对我们耿耿于怀 他们认为这次舅舅 故意编造谎言针对他们 认为舅舅人品恶劣恶毒 于是他们决定 让我们也尝一下 被网爆的滋味 宋然开了个账号 直接曝光了这件事 他在小视频里哭得可怜兮兮 我知道我有错 我知道他们恨我 但我儿子是无辜的 他才三岁 苏医生 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他开直播 当着网友的面跪下来 登登登的磕头 很快把脑门都磕红了 在宋然的谴责下 这件事一下子闹大了 吃瓜网友分成两派 有说宋然破坏别人家庭 儿子遭到报应时他们活该的 还有则说孩子无辜 舅舅身为医生 却意气用事 不尊重生命 应该被唾弃 舅舅气得要死 想发文解释 我妈拦了下来 大哥 这是让我来 舅舅的号没几个粉丝 公司公关出面的话 也不太合适 但我妈就没这个顾虑了 忘了说 他和林乔远离婚后 开了个某音号 只发了一个视频 半年内斩粉千万 我妈拾红无疑 我妈给舅舅的澄清视频 一经发布 就火速窜到热搜榜一 视频里 详细列举了舅舅手受伤的原因 医院开出的证明 以及舅舅的同事们 给舅舅作证的说辞 舅舅的同事还说 原本这半年 苏赫医生排了几十台手术 哪一台手术不是人命关天 但苏赫医生右手伤及神经 别说这才一个月 就是半年后 我们也不敢保证 他的手能恢复如初 届时能能跟以前一样 做手术还是未知数 有些人在网上煽动网友情绪 捏造事实简直是可恨 你知道苏赫医生的手 正是被患者砍伤了吗 真相公布 引起网友们一阵哗然 一方面是因为舅舅 身为外公唯一的儿子 不继承家业 却去当了医生 网友赞舅舅 是金钱如粪土 另一方面则是遗憾 舅舅的手 竟然是因为可恶的衣帽造成的 曾经诋毁过舅舅的人 都在我妈的视频底下 跟舅舅道歉 但更多的人 涌向山风点火地送上账号 他被骂得狗血临头 最后不堪忍受 直接注销了账号 外公因为自己的一双儿女 喜提热搜一枚 网友们纷纷夸外公轿子有方 儿子是栋梁 女儿有魄力 连即将接任外公重担的表哥 也被夸得天花乱坠 外公很郁闷 没想到我第一次 以自己的名义上热搜 竟然是 借了你妈和你舅舅的事 我妈终于在外公面前 扬眉吐气了一回 爸 这次我没给你丢脸吧 因为我妈的爆火 广告商看出了我妈的潜力 给她开了天价广告费 想让我妈在自己的账号下发广告 我妈没有工作过 领着外公外婆给的生活费 消消洒洒了一辈子 被林乔远刺激过后 她竟然觉得 搞搞事业也不错 美其名曰 我得给苏苏攒嫁妆 给苏苏当榜样 外公哭笑不得 但却没有阻止我妈上进 她跟我说 你妈这辈子顺风顺水 从来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当初她要和林乔远离婚 我嘴上虽然赞同 但心里更多的是担忧 担忧我妈是硬撑 担忧我妈受不了这个打击 我有些骄傲地点了点头 事实证明 我们所有人都低估了我妈 她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 也比我们想象中更有魄力 她拿得起也放得下 我为妈妈自豪 不知何时 躲在书房外面偷听的 我妈跑进来 一把抱住我 呜呜呜 原来我的宝贝心里 我竟然这么棒 妈妈真开心 我也很开心 妈妈是我永远的榜样 听说林乔远和宋然 辗转多地给她儿子治病 花钱无数 但始终没有治愈 大概这就是她不忠的代价吧 而我妈 没了她的拖累一飞冲天 等待她的是灿烂而美好的未来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